你看我掐算的时间掐算了多好 正好他们这个机器刚开始 然后我们就能赶上 拉了两个小车 这车是我拉过来的 我主要就回来开它 家里人不会开它 就是我回来开 拉着 这一面就是打那个 把它拖粒 把这个杆打碎了它 拖粒 拖成壳啊 拖骨啊 拖成这样 走吧咱们给你看 那杆老爆老爆了 哎呦我的 这一车也是我们的 二爷 这一车也是咱的啊 走 带你们看拖粒去 拖骨啊 no 就这样是一个机械 清皇里头戳就行了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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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出来果子了 no 这来接果子 老爆人了这个地方 那哎呀 一会我也得干这活 吃点花生多不容易啊 就是啊 你看看 乌烟瘴气的这个地方 哈哈 吃点花生太不易了呀 得节省粮食可不能浪费 哎呦我的天 呛 呛死了 太呛了 这个玩意虽然说呛一点 但是真是 给老百姓来说是 省了很多时间 以前 拿一把什么摔摔摔摔 把它摔掉 现在 晒干了 赶不过来打一打就行了 很快 还是有设备好 现在一说抓花毛 抓的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真是给老百姓 省了不少事 虽然说呛了 一天基本上 积母地基本上 一天就完事了 很快的 要不然就这些东西 你搞人摔的话 得摔多久 一把一把的什么摔 找个锄头 一放 呱唧呱唧摔 摔着脱壳 才行 又来一车 这玩意虽然是个好事 给老百姓整了不少事 但是这个烟是真没法整 整不了 都放在那个无人的地方 哎呀马上轮着我了 我上去也是得什么样 抱我 一下一下这撩 老费力了这玩意儿 一轮轮两车 这一车 这一车 还有着我忙了 拉回来了 两车打了差不多就二十来袋吧 没多少就打了二十袋也就 现在我们得把它发到这个平房上面去 再把它弄回去 再晒 晒干了 再到以后再拖粒 现在这不是成果的吗 晒干了之后了 再把它扒成这样的粒 再去拖粒 特麻烦 这个地方 这个天真是太热了 我的天 能晒出油来 赶紧的吧 把它先弄回去吧 下午还得再整一趟呢 请我来